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5千万年间 宇宙一片漆黑 只有巨大的丝状结构气云在膨胀中的宇宙间拉伸 直到大约5.2亿年后 宇宙进入长达约5亿年的载电离期才重新被点亮 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银河系诞生了 在追溯宇宙起源的研究中 科学家观测到了很多古老的恒星 并且根据光谱 科学家发现它们的年龄超过了130亿年 要知道我们已知宇宙的年龄也不过只有138.2亿年 也就是说它在宇宙大爆炸后 8亿年左右的时间就已经出现恒星 这段时期被科学家称为宇宙的载电离期 而欧洲天文台在对银河系的球状星团中的一些恒星进行P的光谱检测中 甚至发现有一些恒星出现在大爆炸后两亿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在宇宙黑暗时代刚刚有点氢开始电离的时候 这些恒星就形成了 脑部军在这说银河系很可能是宇宙出现的第一批星系 不过分吧 我们普遍认为宇宙大爆炸后 8亿年左右刚刚完成大约50%的载电离 当时一半的氢都以等离子钛存在于宇宙空间中 总体上看宇宙的确是高度均匀的 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均匀 可是真正的完美是不存在的 一点点极其细微的偏差就会导致引力的不均衡 于是引力更大的地方就开始有更多的氢聚集 最终形成了第一批恒星 同样的大量新恒星聚集的区域就形成了我们的星系银河系 据推测银河系有2000到4000亿颗恒星 总质量达到了太阳的1.5万亿倍 以往人类对银河系的认识 直径达到了10万光年 近些年来随着科学家的观测 发现它可能达到15万甚至20万光年 而在银河系最外层还有巨大的射电辐射区叫做银面 其宽度甚至有可能延伸到距离银星32万光年处 但是如果从侧面来看银河系非常的扁 即使在最后的银星处厚度也不超过1万光年 但是你一定不知道的是银河系诞生初期并不是一直都这么扁的 据科学家推测银河系刚刚形成的时候 它还是成球形的 毕竟刚刚提到宇宙是高度均匀的 哪里都可以形成恒星 就像恒星在引力作用下变成球形一样 早期的星系也会被引力拉成球形 不过物质在聚集的过程中并不是直线下落的 而是旋转的 也就是带有角动量的 这就好像你加水槽里装满了水 当你把塞子拔出去的时候 水不是直着流下去 而是会旋转着涌入下水管一样 在这个过程中 恒星获得了自转的能量 星系也获得了这样的能量 开始旋转 恒星和星系我们都可以看作是流体 而不是钢体 在旋转的过程中 离星力会把其中的物质往外甩 而核心区域的引力又会往外拉 最初是离星力占上缝 物质会远离核心 然后离星力会减弱 最终和引力达成平衡 因此我们肉眼看上去 太阳是完美的圆形 或者说球体 但是实际上 由于自转的作用 其赤道直径会比两极直径略微大一些 地球也是一样的 而星系内部天体的互相作用 要比一颗天体内部物质之间的作用 要弱得多 因此变形更加严重 就形成了扁平的银河系 在银河系形成的同时 附近的区域也有其他星系在形成 不过 本着先到先得的原则 我们的银河系把附近大部分区域的物质都吸收了 而留下的物质只能形成一些小的星系 它们就像行星的卫星一样 只能被银河系的引力束缚 围绕银河系公转 因此又被称作卫星星系 最知名的卫星星系就是大小麦哲伦星云了 不幸的是 即便如此 它们仍然无法独善其身 总有一天 它们同样要被银河系吞并 成为银河系的一部分 科学家们估计 大约在25亿年后 大麦哲伦星林就会被银河系吞并 主星系和卫星星系的碰撞 这么说可能有点抬举这些小星系了 其实早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 科学家已经多次发现相关证据 可以推测银河系不止一次吞并过卫星星云 不过好在它们并没有在银河系形成的过程中 掀起太大的波澜 否则今天的银河系恐怕不会有这样明显的悬壁 而是长成另外一种模样了 这些小星系的并入给银河系注入了新的能量 有助于形成更多新的恒星 当然除了这些小的星系碰撞之外 宇宙各大星系之间也依旧有可能发生碰撞 在距离我们254万光年以外的宇宙深处 就有一个比银河系还巨大的 被称作星系杀手的仙女座大星系 它的直径有22万光年 是本星系团内最大的星系 根据科学家的观测 它正以每秒300公里的速度向银河系飞驰 大约经过30到40亿年的奔波 两个星系将会发生史诗级碰撞 最终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星系 不过我们并不需要担心 星系间的碰撞会频繁发生 就拿银河系直径15万光年来看 仙女座大星系有22万光年 而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254万光年 中间也只能放下十几个银河系 这还不算其他小的卫星星系 而地球和火星之间最近也有5500万公里 中间放得下数千颗地球 恒星之间的距离就更夸张了 由此可见星系之间的空间是多么的拥挤 何况彼此之间还有引力的作用 所以星系间的碰撞自然也是在所难免的 简单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 宇宙载电离期形成的相对均匀的盘撞结构开始瓦解 恒星们聚集起来形成了今天银河系的悬臂 目前来说科学家们认为银河系有两条主要的悬臂 人马做悬臂和巨齿做悬臂 另外甚至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悬臂 尽管有些人认为它们是星际气体 但在完全确认之间 大家还是相信它们只是普通的悬臂 就在一条叫做猎户壁的悬臂上 距离银星大约2.5万光年处 有一团不安的星际尘埃和气体 在距今大约46亿年前的时候 它开始蠢蠢欲动 那么小伙伴们 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